大家好,我是徐典熊医师 唐爸这个案例,我们都要知道眼带特别大 然后这边有点泪沟 它应该有点卧蝉,这边有一个凹痕,上面应该是卧蝉 它因为眼带太大了,把卧蝉遮住 这个我们透过手术以后,卧蝉应该会变得更明显 另外从这边看,它这边有点凹陷,这是夹钩 因为它本人看起来是夹钩更深,这个相片看起来并不能显 夹钩的部分,我们会用自体脂肪来填补 可能会抽它肚子后面的脂肪来补这边的夹钩 那内钩的部分,它眼带很大,应该用眼带来补这个内钩大概就可以了 大概就是夹钩的问题,还有这个内钩问题,还有眼带 所以我们现在一并会把眼带处理掉 用眼带去处理内钩 夹钩的部分,我们就从它的肚子抽脂把它固起来 这样看起来会年轻很多的 眼带部分,现在如果是大概说50岁以下 我们可以用眼带一味的方法来解决 那如果超过50岁上,皮肤很松的时候 我们就可能要从外开的方式切点皮 那也可以做内开一带一味,然后再外切一点皮也可以 或者是整个从外面切开去做眼带一味,这都可以的 效果是比传统式的还好 因为传统式的,年轻人外开第一个会流疤 第二个就是说你切除太多会外翻啊,下拉这些问题 所以建议还是年轻人大概40岁以下都可以用眼带一味 第一个好处是没有什么伤口,护眼又快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现在除了眼带以外,这个苹果肌很重要 这边凹陷下去就感觉比较憔悴 所以我们会顺便抽点水分,把这个苹果肌补起来 让它看起来比较年轻 那这个苹果肌其实真的是解剖上是没有苹果肌这个肌肉了 英文叫做Apple Cheek Apple Cheek我们翻译过叫苹果肌 所以就把它,现在一般讲说苹果肌,苹果肌 其实就是眼带下方这个部位凹陷的地方叫苹果肌 一般抽脂的部位大概是肚子或腰 或者大腿内外侧都可以 那大腿内外侧的脂肪是比较密一点 所以如果第一选择我大概都选大腿内外侧 那没有的话我们就选肚子或腰 那有些病人他对哪些部位他特别讨厌 我们也可以就针对他去讨厌地方去抽 我们也可以就针对他去讨厌地方去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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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